《空軍作戰指揮部》 今天來到空軍作戰指揮部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慰勞大家的辛勞 尤其這段期間 各單位的任務都很繁重 我要代表全體的國人同胞 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感謝 各位 在不同的單位上 精確掌握共軍可能行動 全神貫注執行戰備任務 才能夠確保台灣防衛的第一線 也守住國家的安全 讓民眾能安心如常的生活 各位保家衛國的決心不僅深深感動了我 全體的國人同胞也都深刻的感受到 當前 中國武力的威脅並未降低 我要再次強調 我們不會升高衝突 我們也不會跳起爭端 我們會堅定地捍衛主權和國家安全 堅守民主自由的防線 備戰不求戰 應戰不備戰 這是我們國軍的使命 我知道 面對近日中國軍事的挑釁 各位身處前線中的前線 勤務只會更加的繁重 壓力也會更加的巨大 但我對大家有信心 我們訓練有數的國軍弟兄姊妹 一定扛得起這樣的重責大熱 我會和各位站在一起 團結的台灣人民也會給國軍最大的支持 做國軍最堅強的後盾 我要再次感謝各位不分昼夜 守護台灣的領空 守護人民的安全 我要請全體同仁 繼續保持高昂的士氣 讓全世界看到 中華民國國軍隊 國土主權 寸土不讓 自由民主堅守不退的決心 謝謝大家 謝謝